尼克老师的耐心教导和鼓励 让伊桑找到了学习的乐趣 也让他发现了自己的潜力 可父亲看着伊桑的进步并没有彻底改变 而是带着一丝得意 向尼克老师证明自己并非被孩子漠不关心 然而尼克老师却提醒他 真正的关心不是自欺欺人的自我感动 而是让孩子感受到被爱和被需要 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拥抱 或是一句温柔的我爱你 听到尼克老师的话 父亲倍感羞愧 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真正的关心相去甚远 在离开的路上 他看到儿子正努力地认真学习 那一刻他坚硬的心强开始瓦解 想要给予儿子一个充满父爱的拥抱 却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最终那迟到的父爱在匆忙的脚步中默默隐藏 为了唤醒伊桑的自信 尼克老师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他向校长提议 举办一场师生绘画大赛 并将获胜者的作品 作为学校年纪的封面 伊桑对这次比赛非常重视 他早早地起床穿好衣服 独自一人来到山上 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 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 这不仅是一场绘画比赛 更是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随着绘画比赛的钟声敲响 参赛者们纷纷将自己的创意挥洒在画部上 但伊桑的身影却迟时不见踪影 尼克老师焦急地四处张望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 伊桑带着一丝迟到的歉意 匆匆步入了比赛场地